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也是水平抛射的应用 它是从斜坡A点水平抛射 然后落到B 好,然后 这个斜坡波度37度 它出速是20 出速是20 好,那第一题 它要问的是A到B经过的时间 那在上一题 我们也有介绍 水平抛射跟从静止落下 是落地时间是相同的 第一题叫落地时间 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带 公式没有错 可是呢 这个公式 像我们上一题带这个公式 它是需要知道H 但我们今天并不知道 并不知道它落下多高 所以没办法用这个公式 那这一题它的小技巧是在于 这个波度是37度 所以我们从几何关系 可以知道 它水平方向走的位移呢 跟千值方向走的位移呢 会是 4比3的关系 会是4比3的关系 那从这样的一个提示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 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 就是 这个 千值方向的位移 比上水平方向的位移 会是3比4 因为这个地方37度的关系 然后因为千值方向是等加速 所以它落下的距离 就会是 H等二分之一去T平方 然后水平方向是等数运动 就是 V0乘以T 那题目有说V0就是20 所以我们把数字带入 那经过T上下约掉一个 那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结果其实是 4分之T 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可以知道 T就是等于3 稍微 移动一下 所以T就会等于3秒 所以这个 这没办法用 因为我们不知道H 不知道 不知道H 所以就是用这个 这个题目的提示 然后用这个关系式 来求出它的 时间 所以第一题的话是3秒 那既然已经知道3秒了之后 就跟上一题有点类似 求它落到斜面B处的速率 那水平方向呢 是等数运动 所以VX VX的意思就是 速度的水平分量 我们再写清楚一点 然后VY的话就是它的迁值 速度的迁值分量 那这两个红色绿色的水平分量 比方向加开根号 就会是得到它落于B处10的速率 所以水平分量是维持20 因为它一开始是20 那迁值分量呢 从禁止落下的公式是这样 迁值方向是从禁止落下 所以就是10乘以3 就是30 好 所以最后呢 它的落于B点处的速率 就会是20的平方加30的平方 就会是10跟号13 第二小题是10跟号13 那再来最后呢 第三题的话 它是要问这个珠 珠的话 从几何关系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就是 珠跟Y跟X的比例关系 就是5比3比4 5比3比4 因为这边是37度 所以我们只要算出X乘上4分之5就可以了 所以珠其实是 刘塔尔克什的4分之5倍 那刘塔尔克什又是等于 V0乘以T 也就是20乘以3 好 所以最后我们就会得到 珠就是60乘以4分之5 那就是75公尺 好 谢谢